Hello大家好 现阶段紧凑级SUV这个市场 真的是可谓群星会翠 各大车企都在扎堆的 往这个细分市场去发力 也推出了非常多走量的车型 有些产品可能是非常注重 智能化的体验 有些产品可能是非常乐意于 服务家庭用户的这种使用场景 注重舒适性的表现 但似乎现阶段市面上的这些产品 大多数都忽略了SUV车型 它本身作为一种多功能用途车型 所应有的这种通过性能 或者说注重它的机械素质方面的表现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台广汽三菱的全新欧兰德 其实三菱这个品牌从基因里面来讲 就是具有非常多这种越野的基因 拉力赛的基因 也有这种冠军的属性 所以说我觉得全新的欧兰德 在紧凑级SUV市场里面来讲 它的整个通过性能表现 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亮点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为它准备了 非常多的这种道具 像是这边有侧坡 有加沙轴有投风桥等等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台车 它的通过性能 它的机械素质的驾控感受 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几点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第一点直观的感受就是在于这台车的一个动力表现 实际上我们在来之前去看到这台车的一些参数设置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台车作为一台紧凑级SUV 它是配备了一台1.5T的发动机 加上48V轻混系统 匹配的是CVT的变速箱 实际上从这样的一种动力规格来看 其实它可能更加追求的是一种平顺性方面的表现 更加追求舒适性方面的表现 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驾驶的时候 你发现它这台1.5T的发动机 首先在动力的参数方面 设置还是比较高的 最大的扭矩已经能做到280牛米 这就会使得这台车其实它的低扭表现 在实际开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我们在过这个侧坡的时候 这种大角度的爬坡 包括说那边一个角度非常高的一个驼峰桥 这台车的整个动力真的不需要拉到一个太高的转速 稍微踩一点 这台车身的动力响应就能够直接给到我们 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动力表现 在日常驾驶的时候绝对已经是足够了 第二点直观的感受 就是在于它的这套SDWC的全轮控制系统 实际上四驱版的车型 也为我们提供了六种的驾驶模式 像是沙地 雪地 泥泞路段等等 这套四驱系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 它会根据驾驶模式 来去综合的控制车辆的整个一个行为 它并不单单的会控制比方说ESP 或者说单单去控制它的一个油门响应 而是会结合出PC 包括车辆的一个角度 车身上会有非常多的传感器 来去辅佐这个四驱系统 包括说它的ESP 包括说它的油门及制动的力度 总体来讲就会让这台车的 整个四驱的通过性能是非常棒的 而且也能够让 哪怕是这种新手的小牌 使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的 第三点感受则是在于 这套四驱系统对于操控性能的提升 因为在这个场地里 它还给我们设置了这种蛇星的绕装 比较快速的去连续的过弯 在这种情况下 我发现它四个车轮的附着力 包括整个动力输出 前后轮 包括左右轮的动力分配 都是非常恰当的 最直观的一个驾驶感受 就是你开着这台车是非常顺的 你所做的每一次的转向 包括你的每一次的油门 你做出来的这些动作 它的预期表现和这台车的实际的一个 车身的响应是非常吻合的 这就会让你感觉这台车开起来 很得心应手 这一点是因为这套四驱系统 其实它的呕合机制 是采用了一个主动油压式的呕合装置 它的离合器是使用的电子油压 直接呕合 因此它就能够去更加主动的控制 整个动力的一个分配 在车辆发生打滑之前就完成呕合 从而使得整个车轮的动力 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分配 因此我们其实总言一下 就是全新欧兰德的确因为了 它这个自驱系统的强大之处 就使得这台车作为一个紧凑级SUV 它的通过性能真的是明显的 要优于同级别的竞品车型 当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 得益于这样的一种驾控感受 我觉得这台车用作家庭使用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去拓宽我们的生活半径 去到一些郊区去到一些露营的场景的时候 你去游玩的时候 绝对会更加的得心应手